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废物利用 用橡皮树的叶片牵插防止的小技巧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防止的这些橡皮树叶片 现在已经长根了 长得非常的不错 很快它就会长新芽出来 现在还没长芽 这边这些现在状态都非常不错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那么最关键的有两步 第一步就是橡皮树的叶片 一定要修剪成这种状态 每一片叶都保留有芽点 有这个枝干 这样的话它容易长根 而且有芽点才会长新芽出来 如果没有芽点的话 就很难让它长芽 上面底下保留一厘米左右 然后把它放到通风阴棉的地方 把这个伤口晾干 晾个五天八天十天都没有关系 让这个伤口彻底的晾干 不要给它赶芽 接下来扦插之前 一定要用这个强力生根营芽液 对水来给它跑一跑 这样的话才能让它长根更快 直接把这个橡皮树叶片 底下的这个部分 给它泡半个小时 然后直接把它扦插到 这个奶茶杯中就可以了 我们使用的汁质 最好是用干净的合纱 或者是制食 扦插好之后 把这个橡皮树的叶片 用个缩料袋套起来 这样的话可以保湿保温 不容易让这个橡皮树叶片 切水导致枯萎 这种方法它的存活力是比较高的 而且废物利用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这种修剪下来的 橡皮树叶片的话 也不妨尝试一下 好了 我们下期见